来的 根本没关系 在2021年情人节 你和曹月光相爱了 对不对 对 理直记着 在他转年的 二月十四号那一天 想要跟你见面 你为什么不敢见他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问题 受挺多苦 是因为你当时还没整容是吧 我没有整过容 我们 谁弄得狂狂 好了 整了 整了 怎么样 整了 对不起 你整个怪虎 当然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这些顿时 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 我觉得是正常的事 之前的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见他呢 第一 我觉得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久 都一年了 就天天打电话 我是一个保守的女人 所以你就把你家门密码 告诉我送货 第二呢 是因为就是之前 不是一直就是都有那种 很强大的滤镜吗 然后我也不想让他发现 就我真实长什么样子 但其实 其实不应该这样 应该自信一些 有个问题就是 你之前你有注意到过 送货手上代没代表吗 我注意到了 哎呀妈呀真的那个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 我男朋友之前不是说要送我一个手表吗 然后他有发过图片给我 然后所以我是知道那个表长什么样子的 这很奇怪 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他戴在了送货的手上 然后并且就是后来他爸爸不是跟我说他死了吗 然后呢我很痛苦 我痛苦 然后我就花了大价钱找了私家侦探帮我去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呢他就说有调查过 我男朋友和送货有撕扯纠缠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是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 后来隔天送货上我们家送快递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那件衣服 并且他也手上戴着这块手表 而且我们也发现 你看 在你的日记里面你也看出了 送货应该就是杀害刷月光的人 但这手表现在为什么在你手 在你这里 因为送货死了 送货死了 然后我给捡回来了 送货死了 就死在你房间那个洞里 真的假的 所以你发现送货 他的手上戴着 疑似你男朋友要送你的那个表 所以你就 不是疑似 是他戴的就是那一支 所以你确定那个就是你男朋友的表 所以男朋友又死掉了 所以你就不停地放松 让他放松警惕 让他可以自由出入你的房间 你就会随时可以找时间去杀掉他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男朋友没有失踪之前 他也是可以自由出入我房间的 就是他先认识了送货 因为送货一直不断发货 所以送货才能进到他房间 看他的手机 对 才能看到月光有五百万 没错 才能去结月光 对吧 你发现在十五号 曹月光被人可能杀害了 并且把他的钱都抢走了 并且你发现杀害他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送货 对 所以你现在恨上了送货 对不对 恨死他了 然后你恨他 你有没有想去杀掉他 当然了 我想弄死他 那你去具体 你讲讲你做完过程吧 你怎么弄死他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恨他 但是你没有选择动手 但是他邻里 他每天都在你的生活周边 对 你很轻易就可以动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才拿到哪 那个今天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今天早上化完装以后 差不多十点半吧 本来想去就直播嘛 但是差不多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我发现突然停电了 然后就听到有那种猫叫 然后我特别害怕猫 然后我就跑出去 我就又遇到你们了 等于你是十一点出的房门 对不对 对 小北 你认识这个是谁的手机吗 是我的 你看那屏保不是我的照片吗 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加了密码所的密码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送货的 我发现了以后 我就觉得它很奇怪 然后我就把图片保存下来了 这是不是你的 是我的 你为什么有两部手机 我有两部手机难道不正常吗 我一个手机要来直播 一个手机 我就是正常的生活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呢 然后得去直播了 你知道月光其实一直在守护着你吗 月光死了 不 他没有死 他没有 什么意思 你往这儿抢 你好 你好 那个你认识我吗 我怎么认识你 我们今天不是刚见面吗 我叫刘夏莱 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现在 我给你发了微信跟你说 我是从曹月光变成了刘夏莱 我去做整容了 然后我现在过来找你 你真是很奇怪 我整容你也整容 你有病吧 我给你发了 你真是很奇怪 我给你发了 你真是很奇怪 你干吗要冒充我男朋友啊 你真是真太奇怪了 不是 我之间还给你转了好多钱呢 你那意思是说我没有金钱交易是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要告诉警察了 你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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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有记录啊 不是 我有记录啊 不是 我替他解释一下 就是送货 让你以为那是他 其实不是他 其实不是他 你就是在跟送货联系 对 所以你钱都转给了送货 哦 那个十二万是来送货呢 送货两头片 对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不会为你要钱的 很奇怪 你有什么能证明你是吗 我有一件事能证明 就是这个手表 这个手表是我当时买的 这是一对独一无二的手表 因为这个手表定制呢 一辈子只能定制一对 然后呢 我也特别期待 能把这个手表戴在你手上 手表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是不是 我还知道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叫做黑夜一束光 对不对 现在手表是吧 对 你不要钱就要表 不是所以你相信我是曹月光了吗 你先把表戴上 哦是这样的 哇 现在唱歌吧 你是黑夜的一束光 扩揚心如撕毁的火往 你叫我勇敢的闯 借我温柔的肩膀 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 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 黑夜的一束光 我一出道的光芒 黑夜的一束光 没错 这是我 这是我 你坐下 来就好 因为他之前给我打电话 听过这首歌 我觉得声线有点相似 但是我 我是美美星球 我的名字名叫做月光宝盒 真的是你 不然呢 那好吧 我相信你 谢谢你 那你现在是有五百万的 没错 是的 那我们就拿着这五百万 过一辈子吧 我要考虑了考虑现在了 当时夏雅 你说 现在这人死了 然后呢 他的嫌疑犯有可能是你 你女朋友 或者你哥 反正你们家 就你们家 你们家出一个人吧 推人事凶手出来 这一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吗 没错 要不大一灭心 要不大一灭心 对 要么就是自我 自我牺牲 自我了断 小美 你知道你们家 还有一个女生吗 别吓唬我 没错 是 我们家那么小 怎么住这一个女生 你们家还有一个女生 就是在你出门之后 还会有另外一个女生 有没有就是你的同行啊 或者什么 或者是你的密码 除了送货之道以外 还有别人之道吗 不知道 谁啊 那个女的是谁啊 我觉得那个我们问询的也差不多 回去吧 小美 今天都被你们吓到了 我先走了 好好直播 好好直播 加油 现在给我杀了礼物 拜拜 你不是不要礼物吗 大家看到这个小美 其实后来发现 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因为送货 她看到了小美的一些个人隐私 对 然后小美其实她也没有很好的 去保护她自己的这个隐私